戴笠十九 响路飞飞播讲 关了大约十来天 一天营门突然打开 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卫兵对他们非常客气 反过来陪着笑脸 一打听才知道周凤奇的折三师已被国民党军队打败 所有俘虏都被释放了 戴春风走出了俘虏营 按道理应该回到哲医师 然而他没有 自从经历了这次大战和地狱般的囚牢生活 他体会到了那个平静温馨的家的重要 他决定就此脱离部队 戴春风一无所有开始在宁波街头流浪 时至终日北风呼啸 雨雪交加 一扣在作战中掉了 只得暂时去垃圾堆剪根草绳绑上 裤子还是拜逃那天穿反了的 一直没有改过来 裤裆开了一个大口 他也不介意 跳扫臭种加上土生土长的狮子 已经把他咬得失去了知觉 偶尔揭开一看 全身都是虫子咬的小红点 这些都顾不上了 最要命的是饿 人不吃东西会饿死 饿死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一种死法 连犯人临行前还要吃一顿饱饭呢 本想去饭店帮闲混口饭吃 可人家一见他那模样就赤道 去去去去 这里不试着 怎么办 去讨饭吧 经历了一番生离死别 他再也不去管什么面子 羞耻心 本来他也想去都去想 可经历过一系列折腾 身体早就不行了 抢也抢不过人家 还会挨打 带春风蓬头垢面 形容枯稿的沿街行起 为淘几粒食物下肚 他遭人白眼 被人唾弃 有时还有恶狗欺凌 追得他屁滚尿流 吓得他魂飞魄散 这时他深深体会到 做乞丐也不易 只好学了同行 一个破代 一枝万丸 手中再执一条木棍 这样有打狗棒 就再也不怕狗咬了 这年头兵荒马乱 灾荒不断 晴久了就汗 下雨久了就落 民不聊生 乞丐的日子也不好过 好在带春风脑花灵活 他专检富与村落 向普通民众请起 深门大宅 他是不会去的 大凡 世间富人 都靠吸榨他人血肉起家 心如蛇蝎 不会施舍他 往往平民百姓 反倒有人性 富有同情心 见带春风 见带春风如此落魄 都同意分一口饭 半个磨给他 吃饱后 待天一黑 带春风就随便找个寺庙停革 一倒 一个夜晚也就过去了 这一天说来 运气不赖 一户人家至丧 大宴宾客 带春风除了吃饭之外 还得到了一碗肥肉 一天的粮食总算有了 他去池边摘了一些荷叶包了 塞进口袋里 准备早早休息 用沿途寻找素数 带春风寻的一座官地庙 把三样宝贝放了 正要躺下休息 见外面天色太早 恐半夜醒了反而睡不着 便决定先不躺了 但又无事可做 想起自己一身狮子 便跑出庙去抬头一望 见太阳西斜 暖和的阳光照在西墙边 于是带春风对着太阳 脱了衣服 蹲在墙角巡起狮子来 定眼一瞧 衣服破缝里 潜伏着千军万马 见着阳光蠢蠢欲动 一支支肥的圆滚滚 探头探脑 带春风说 老子吃了这么多东西 一样骨瘦如柴 原来都长在你们身上了 带春风每抓了一只 便扔进嘴里 牙齿一咬 崩得一声好脆 如此接二连山的抓尸 咬尸 倒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 只咬的嘴角血肉模糊 湿湿成堆 仍乐此不疲 正起劲时 庙前树上一只黄雀飞了 带走一路扑斥声 带春风下意识地抬起头看 收眼时 看见远处 一个妇女举举走来 好生面熟 带春风停了诸师的手 带看得清楚时 对方也认出他来 举手喊道 春风 我苦命的儿啊 带春风听得母心如此一喊 处了伤心之处 泪眼泼梭 我站起来喊道 妈 母子俩在关帝庙前抱头痛哭 到了伤心处 竟然用手彼此抓对方 也不觉得痛 哭够了 搂够了 蓝月喜松开儿子 上下打量 心痛到 风儿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 带春风于是原原本本 把如何投折一师 如何与折三师打仗 又如何兵败 当了俘虏 自己经历九死一生 沦为乞丐的事 述说了一番 蓝月喜听了 又是一番流泪 一边抽气 一边掏出毛巾擦拭 并拿出烧饼油条 给儿子吃 带春风白手道 哎 儿子今天运气好 有户人家智丧 赏了几大碗肥肉 我猜得早早归庙 可能正是天意吧 不然一旦错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母亲呢 蓝月喜也道 我就是知道 你会住在这些地方 果真没有错 原来 子带春风随折一师 奔赴宁波打仗后 蓝月喜婆媳俩 每日牵肠挂肚 食不甘胃 魅不安枕 又听得 折一师打败了仗 不少江山子弟 回来的回来 没有回来的 也稍有消息 蓝月喜向这些人探问 中探的带春风 被俘后又放了出来 不曾归队 蓝月喜得知 儿子的鼻性 估计他肯定 流落宁波 无钱回来 便和毛秀丛商量 决定去找 毛秀丛 深知婆婆爱子心切 当即表示支持 愿意一个人把持家事 两人商量一番 交代好了 蓝月喜收拾好行装 马上启程 蓝月喜年轻时 丧夫守寡 虽是个女流之辈 却身强力壮 三寸金莲 也是灵活娇健 加之当年随他祖父 在仙霞岭脚下开饭庄 自幼见过世面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一路上 蓝月喜 水路兼程 小行夜宿 吃尽千辛万苦 来到宁波 谁知宁波市大地方 到处高楼林立 一派繁华 大街上人头传动 面对茫茫人海 蓝月喜怎么也寻找不到戴春风 但他决心已下 一腔爱子之心寻找到底 正当筋疲力尽 心生绝望之时 蓝月喜猛地记起戴春风 乃落滥之人 身无分文 无钱住店 每晚必借宿于寺庙停革之处 于是改变策略 每日专在宁波寺庙停革处转悠 果然 撞个正着 蓝月喜一番叙述 把戴春风感动得一次又一次的流泪 蓝月喜 忙把毛巾拧干 替他擦拭 别流泪了 既然已经找到 就是一件高兴的事 要笑才是啊 蓝月喜找到了儿子 放心了 我自己已经很久没睡好了 正发着呢 戴春风说 我已经在里面收拾好了睡觉的地方 妈就先躺着去吧 儿子系你把门 蓝月喜说 不要守门 我们都是穷人 身无分文 谁来会抢 我儿跟娘一起躺 这样才睡得安稳 戴春风随蓝月喜进庙 在关云长 关平的大雕像后面的空地上 躺了下来 这里脚其他的地方暖和 僻静 戴春风很有经验 躺下来后 蓝月喜虽泪 因为心里高兴 睡意全无 话也特别多 这些天 我寻不着你 心里焦急 恰好碰到了一位江湖术士 求他给你算了个命 我报了生辰八字 这位先生推四柱 排八卦 算出你的八字 属双凤朝阳阁 臂主大贵 就一点不好 五行中土多水少 故有偏姑之相 且母在客父 戴春风一听 术士给他算命 来了精神 张开厚厚的嘴唇 傻愣愣的听着 蓝月喜又说 风儿你听听 这算命先生多灵验 他好像亲眼看见一般 他与你素不相认 怎么知道你父先我尔王呢 经他一说 原来你命中缺水 算命先生临走时 还叫我切记 如果取一个有水的名字 蓄水润改观 便不会再像过去一样 事事不成 戴春风听得 幡然醒悟 难难道 难怪呢 我的运气这样不好 原来是命中缺水 这春风也不好 方会把土中的水分吹干 回去后我一定改名 取一个水汪汪的名字 这辈子就不愁前程了 蓝月喜见儿子 已有回头之意 也连连点头 然后拉起他 绕到关公相面前 训导说 官王爷 流芳百世 靠忠义二字 当初你若不是触犯 省力一中校规 哪里会落得这不田地 为人处事 忠义为重 往往贪意外之财 行非分之事 会毁了一生前程 从今以后 你好生记住教训 在官王爷面前起誓 改过自新 戴春风 当下就医了母亲 在官王爷面前下跪起誓 决心痛改前非 好好做人 事业 母子双双速在官帝庙 半夜时分 突然门庙一声巨响 接着一道火光滑过黑暗 映出几张猙獰的面孔来 戴春风母子吓得紧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好